可以了吧 OK 好的 照片长得烂了 有什么照片 照片能找到 把我的手都照进去了 喂 你还是转给我的吗 是你有啊 他还没有发吧 还没发过来是吧 那个是微信的还没发 嗯 照片为什么找不到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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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发过来是吧 我还没有发过来是吧 我还没有发过来是吧 明天直播间要稍等一下 那个学生大哥 等会可以先拿164 好 好 来一下 我试一下这个 我还是一二一二切嘛 对啊 再怎么切过来是之前的画面 那我看一下 你动它是这样的 你又看一下 他 不是 我切一下近景看一下 他那个 切过来是个盆品的 到了 大家稍等我们调试一下设备 马上 好的 好的那我们准备开始吧 嗯 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直播间 今天下午呢 将由我和汤老师 继续给大家带来我们 一至二瓷器工艺品专场的拍卖会 呃 的这个预展的导览 那么我们今天下午呢 也会跟大家继续介绍一些 呃我们认为一些这场 比较不错的拍品 然后这场的拍卖呢 今天是在预展当中的 然后明天下午的一点钟 会由拍卖师给大家进行 线上线下的 这个同步的拍卖 那么这个拍卖 呃的这个图录呢 以及就是产品的相关信息 在我们这个大益拍卖的相关平台 啊都是有这个上线的 大家可以在后台咨询我们的客户人员 也可以我们的老朋友呢 也可以直接去啊我们常用的这个平台 去搜索一下我们的电子图录 嗯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件吧 现在这一件呢是第17号 我们这一场的第17号排品 是一件乾隆时期的青花缠织 连托繁文的高足碑 那么这种高足碑呢 我们常见的是有大中小三个尺寸啊 应该是属于这个佛教题材的一种 我们通俗的称作为这个苏油灯 对吧 嗯是苏油灯呢也是这个猛藏地区神明使用这种 苏油作为燃料的一种油灯 也就是类似于蜡烛的这样照明的一个用处 也是呃供奉神明不可或缺的一个法计 那么这件呢是一件宫廷御制的 这样一个底下是落有乾隆年制的款制的 这样一件比较精巧的一件排品 对嗯 这个呢我们把这个款制给大家看一下啊 先进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底下的款啊很清楚 六字一行大清乾隆年制传书款 我们也叫它载边款啊 一个是口言一个是圈竹 用这种写法成一条线啊 我们叫它这个横款也叫载边款 那么这件东西呢因为气形比较的独特啊 我们过去呢习惯的都喜欢把它叫做高竹碑 的确呢它底下的那个竹呢 来承接上半部分的给人的感觉 它就是一个高竹啊 嗯 这个呢是毫无疑异的 但是问题呢这种造型啊 在我们很多的寺庙当中能够见到 刚才我们陈小姐讲了 这个蒙藏地区啊寺庙 供佛的这个法器当中 这个长明灯啊 一年四季都是不灭的 深深不息啊代表着 所以这个造型啊 我们不仅仅在这些 蒙藏地区的寺庙里面可以看到 我们在现在啊 生活当中尤其是我们瓷器当中 也能见到 这个造型和寺庙里边 这种苏油灯的造型 完全一致 所以呢我们还有一种说法 叫它苏油灯 那么这个东西呢 我不知道镜头前面的朋友啊 有没有去过啊 这些比如说西藏 青海 我曾经去过青海的塔尔寺 那是七十年代初了 那么这个苏油灯 它现在用的是什么呢 用的是铜做的 造型和我们桌子上边 我们现在在看到的这个青花 蝉枝这个莲花托繁文的 这个造型如触一则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的 这个几百年来 它的造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变化 尽管它的造型有大中小三种尺寸 但是它这个造型始终没有变 那所以我提起这个问题来呢 我们这个去过这些地方的朋友 一定会不陌生 一看这个东西 哎这个我们知道了 是吧这个这个是苏油灯 那么在我刚介入这个工作的时候 一看这个东西都很习惯的把它叫做高珠杯 其实对它的功能 尤其是它的实际功能 并不太清楚 但是通过长时间的了解和学习 我们就发现 啊原来啊 它就是为了点这个苏油灯用的 油倒在里边中间放个碾子 这个灯就点起来 一年四季它都是不灭的 这个我不知道咱们这个北京呢 那叫什么院呢 里面有没有这个啊 但是我们在 《用核供供》 《用核供供供》里面有没有 你看�step 虽然我在北京 但是我都从来没去過 但是呢 这个 在清海 在西北 那么因为我们过去 在那儿工作过 所以 见到过这些东西 所以今天谈到这个 这个造型的时候 马上就会让我联想到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我们曾经 见到过这个熟悉的生命 只不过 它的场合 不像我们今天 作为一个拍屏 展示给大家 或者说这件东西 居然是 这个玉瑶厂生产 供奉朝廷使用的 这么一件法器 这个倒是我们 根本就不懂 也不知道的 但今天我们知道了 而且呢 我们现在展示给大家 看到的这件东西 这个是莲花托繁文 这个梵文 也是与这个藏传佛教 密宗 是有密切关系的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莲花托的这个字呀 代表了五方 这个佛 菩萨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们见到的 还是不少的 但是呢 毕竟它是一个 带有宗教色彩的 这么一个法器 但是呢 它的制作功能 制作工艺 还是比较精湛的 也很漂亮 今天的这件东西呢 我看看 就是口言 调片以修 这个修的话呢 修的还是比较好的 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地方好像略微 有那么一点点 在这个部位上 有那么一点点 可能是修过的 好像似乎 有那么一点痕迹 但整体来讲呢 我们拿在手上看呀 还是不太容易注意 看得见 里面你看没有 这花绘纹 也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 所以这件东西啊 应该还是一件不错的 一件宫廷用气 那么喜欢这个宫廷用气的朋友们 那这件东西很显然 是可以值得关注的 理由很简单 当然一个是官腰 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的制作工艺 这个工艺呢 因为做得比较精道 你看上面的线条 绘画 勾勒 轩缆 都做得比较到位 所以看起来赏心悦目 给人看着就很舒服 这个尤其是我们喜欢收藏 或者研究的这些朋友们 这个呢 这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起来 可以关注起来 雍正乾隆 甚至加清道光延续下去 这些东西 都可以关注一下 而且关键问题是 工艺比较精湛 这是它最大的特点 好的 那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件 大家如果说有对这一件感兴趣的 可以去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平台 去搜索一下大意拍卖 就可以看到这件拍品的这个详情 包括我们也有上传品像 以及戏图在我们的平台上面 全品要3030号 好的 C老师您还在直播间吗 上一次就是我们周三直播的时候 这位老师有点菜 这一件是164号 是光绪时期的一对胭脂红柚的盖碗 是两套准确来说是 好 这两件东西就完全展示给大家了 这一套是等于是盖碗和拖子都保存的相对来说比较完好的 那么像这种盖碗拖三者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样式呢 我们又把它称之为这种天地人合一的一个寓意 所以这件它整体保存的非常完好也是很难得的 那么这件外面是的这种胭脂红柚呢 然后里面是的这种白柚啊 它其实也是属于这个柚色非常不错的 那么胭脂红柚呢 上一次我们也提到过 它是属于这个康熙时期 源自于康熙法郎彩的这种一个材料 然后去创烧了这种柚色 那么又把它称之为这个金红 主要是因为它是以金为这个橙色剂 去烧制的这种一种低温的颜色柚 我切静静看一下 之前您再拿钱 能拿我来拿吧 前面这个才能对上 切到这个静静了 看一下这个盖的里边是有落大清 是有落光绪粘制的四字款制的 给这位老师展示一下 这件的年代我们标的是光绪时期的 如果您对年代有意义的话 您可以自己把控 我们标注的是光绪时期的 这件东西的品相是良好的 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瑕疵 大家这个可以注意一下 尤其是我们那天 那位朋友提出来的 要看这件东西 那么这件东西很显然 它这个完整性是没有存疑的 这个可以大家看一下 继续 你讲完了 164号的一个标记 那么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个胭子红 这个胭子红呢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主要是从康熙开始出现的 所以以后呢 我们这个镜头前的朋友啊 尤其初学者 一看到胭子红 你就不要考虑明代了 上次我们在推荐的时候 专门讲过 对吧 我们中国陶瓷当中有三种红颜色 铜红铁红和胭子红 而独 胭子红是从清代康熙开始出现的 所以看到这种东西 尤其是学鉴定的朋友们 一看这个颜色 你就不要跟我再讲了 是明代的 跟明代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是一个康熙法郎才 验生出来的一个新品种 以雍正 胭子红为最佳 尤其像这种颜色呢 我们说它是胭子红 但更有一点点啊 像这个胭子水的颜色 它颜色比一般的胭子红呢 颜色要淡 是吧 因为这个胭子红呢 它是用万分之一二的一个纯金 加在鱼里边 然后努力烘烤 使它成为胶体金 这个粒子啊 在悬浮在鱼里边形成的这种颜色 而且呢 它是通过光的折射 形成了这种红中带紫的颜色 这是任何红颜色当中 都没有的一种特色 所以这个胭子红呢 有它自己独到的地方 但是它恰恰这种颜色 在我们的粉彩当中 运用的是最多的 因为它充分利用了 这个玻璃白作为渲染 使胭子红的颜色 由神入浅 它的色阶非常的丰富 这样就更加的贴近了生活 所以大家都比较喜欢它 有朋友听闻说 老师可以讲一下这个写款的方式 哪个 这个的写款 哦 写款啊 它这个款呢是这样的 这个我们讲的 这个光绪时期的款啊 实际上有三种 大家要注意有三种 第一就是我们讲的光瑶 我喜欢用的就是凯苏 大清光绪年制 清花六字两行款 同样也有繁红凯苏两行款 但是告诉大家 它还有一种款 是光绪年制 用的是什么呢 用的是转数款 这个大家要要注意的这个问题 但同样也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凯苏款 这种形式呢 同质就有 光绪依然 只不过到了轩同以后 这种情况就比较少见了 所以这个款式呢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特色 而这一对茶盖碗呢 按照我们老人来讲呢 叫套山 这个现在我们说的好听 天地人和 这个三套件 算是比较完整的 但是从这个它的配置上来讲 大家注意没有 它的底啊 尤其是底下托的底 是平底和实行底 和同质或之前的这个托呀 是不一样的 这个之前底下的托呀 是透空的 而这个底下的底呢 是封底了 所以它的年代一定是晚的 不仅仅是像这件东西 包括后来的 比如说江西辞业公司 这个大家都知道 它也有这种底下是平底的 所以像这种 这个形式 大家一定要心里很清楚 它的年代比较晚 光绪末期 这个宣统 民国 都有这样的做法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造型发生的变化 对于我们鉴定 这个瓷器的年代 它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 就专门提醒 镜头前的朋友 往往看到这种套衫的话 你就别给我忘 什么同志之前去考虑 直接往后考虑 这个呢 在这儿呢 也顺便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这对于我们 学鉴定的人来讲呢 这个东西还是可以去研究的 这个年代问题 是吧 这件东西呢 应该是全品 所以呢 大家可以 多看起来是可以的 它的口言呢 上面是苗的金 因为这个右本子里面就带金了 在口言又加上金 所以呢 也是追求的那个复理堂皇 那么刚才我们前面讲到雍正啊 它的这个颜色是最漂亮 那么到了什么时候呢 光虚末期一直到民国啊 都仿古之风比较甚的时候 大家都在仿这个东西 都在仿那种比较极端的啊 或者说最好的啊 这种色彩 这个时候也毅然啊 所以在这儿呢 也提醒我们镜头前的朋友们 在这方面 要多加注意 这个在选择的时候 可以去有意识的 作为一个参考 觉得这个呢 是有必要的 好吧 好的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件 这件刚才说的这件 是我们C老师喜欢的164号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再跟大家播报一下 我们这一场的拍卖呢 是在明天下午的1点钟准时开拍 一共是有200多件的这个标的啊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看过我们的这个电子图录 以及喜欢我们这场和上一场 讲解的这个所有的拍品的朋友们呢 可以在我们这个明天下午1点钟关注一下我们的拍卖 我们是在这个大一的官方平台去进行一个直播的 今天下午呢 我们是会给大家带来我们这个专场拍卖会的直播导览啊 拍卖时间是下午1点 嗯好的 我们继续看到现在这一件呢 是一件光绪时期的 切个镜镜看一下 光绪时期的繁红苗金龙文碑啊 这件呢很显然口言是可以看到啊 有写这个光绪31年合间附近邱大焘纪念的这样子16字的一个苗金的款制的啊 啊包括这个杯心是写了整军两个字翻过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题材就是还是比较鲜明了 是为这个光绪秋季操练和肩操练去定制的这样子的一件物品 我们比较熟悉的还有这个秋操杯也就是这种紫色的这种吸管杯啊 那么这一件呢还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少见一点 其实会画的是这种繁红的龙的文饰 这件东西呢是一个繁红苗金的啊 这么一个这个龙文碑 那么这个碑呢 其实我们讲到了清代光绪以后啊 曾经有过几次啊 一共有四次这个秋操纪念的碑 其中呢就是我们讲现在看到的这个呢 这个光绪三十一年就是公元一九零五年 在河间地区进行的一次操练 这个是新军操练是吧 北洋新军的一个操练 由袁世凯主持的 这个呢与袁世凯有关 那么所以这个碑子呢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么这个河间呢是在哪呢 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昌州地区啊 离咱们天津啊 北京这很近的一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操练的 那个时候袁世凯作为小营是吧 这个这个属于领军人物了 在进行这个操练 那么为了纪念这个操练活动 专门去定制了这个碑子 而且把上面的时间描述的非常准确 那这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九零五年的 那么之后呢是光绪三十四年 在安徽太湖附近的一个秋超纪念碑 那么这个是一九零八年啊 这个呢碑呢就做的比较漂亮 我们这种呢就是一个酒碑的形式 而那个呢有两种 一个呢就是坟采的怒放的五单花 这个我们上面有吗 有这个上面 这个有这个碑的面板可以放出来 没有啊 没有 它那个那个 它是一个西红杯 这个款呢就写在这个饼的上面 还有一种呢是荷花型的 也是西红杯 那么这是这两种杯呢 都是光绪三十四年 做成的这种杯子 那么这种杯子呢 它有一个寓意的是什么呢 它讲的就是一片担心 报效朝廷 它的寓意是这样的 那么还有一次呢就是 这个宣统三年 宣统三年在哪呢 在这个永平附近 秋超纪念 这个目前我们看到的 只有这个天津博物馆收藏了一件 那么它这个造型呢 几乎和我们今天看的这个造型呢 相当 所以这个细四次的这个操练 只有三次是做这个纪念物的 而其中有一次就没有做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样的东西呢 就立刻让我们想到了 当年啊 袁世改在操练新军的时候 所留下来的这么一件东西 那当然它也是具有一个历史意义的 一件东西 我觉得呢 这是从研究历史 这个角度来这个看这件东西呢 那么它的历史价值 是客观存在的 也是应该值得我们研究 这个中国历史的时候呢 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物证 这个具有代表意义 所以这个我们镜头前的朋友们 如果说对陶瓷的研究 甚至说历史 尤其是这个清代晚期的 这个研究 有所关注的话 这件东西呢 倒是一件很好的物证 值得去这个研究 而且它的品项也很好 不是说这件东西啊 磕啊碰啊 缠啊缺啊 它都没有 它是一个品项比较完美的作品 这种东西呢 在我们市场当中 不是多见的 因为大运词每年都说 这个是偶尔的一个历史事件 留下来的遗物 那它的这个特殊性 非常显见 所以这个呢 是值得我们大家呢 要重视的一件东西 虽然小 但是它的意义不同 这个所以在这儿呢 要多说几句 目的呢 就是强调一下 它的这个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 好吧 好的 那这件的尺寸 也跟大家播报一下 是7.5厘米的一个小杯啊 继续下 有请下一件 它这个很有意思啊 里边写了整 整军 对 这个目的 这个意义 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为了这个 就是军心嘛 就是巩固军心 然后鼓励大家的这种意思 对 好的 我们继续看到 现在的这一件呢 是我们本场的第53号 是一件雍正时期的 这个粉彩的二桥图的笔筒啊 也是整体非常鲜明的 这个一个雍正粉彩的风格啊 这个侍女的绘画的 这个文饰 这个开脸呢 也是我们非常标准的 康庸实际 非常流行的这种鹅蛋脸 包括这个发肌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两个人关系看起来非常的好 应该是绘画的这个 大乔和二乔的这样子的一个题材 大乔二乔呢 也是我们这个古代 四大美人之一嘛 大家这个比较熟知 三国演绎的应该都知道 这个大乔最后是嫁给了森策小乔 最后是嫁给了这个周宇 两个非常著名的美人啊 具有这个落雁之姿 这个体材呢 在我们这个经手的这些文物当中啊 这个大乔二乔的体材 应该说还是比较多的 不仅仅是在五彩当中 我们见到他的身影 在这个坟彩当中 也经常见到 经常出现的就是两个世女 这个非常的亲密 刚才我们陈舟小姐已经讲了 一个是嫁给孙策 大乔 二乔是小乔 是嫁给了这个周宇 那么这个里面呢 主要是讲的一个什么含义呢 讲的就是英雄美女 或者英雄美人 天作之和 就强调了这么一个意思 这个体材呢 也一直在我们清代的 这个器物当中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木刻年画 板画当中 经常见到 所以我们在看着这个体材的时候呢 不妨在其他门类当中 也可以找到他们的身影 包括我们的竹雕木雕 上面也有他的这种身影 所以我们讲学习啊 要广泛的去领会 去集取 这样的话呢 有助于我们对这些东西的 这个认识啊 更加的深刻 那么同样 这个这个 看到这个大乔二乔 他的绘画技法 很显然 第一 他这个两个美女啊 我们江北的美女啊 大美女 身形高挑 而且比较高大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说明这两件东西啊 虽然定的是雍正 但很显然 他多少受到了康熙 无彩的影响 为什么呢 顶天立地啊 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 这个康熙时期的人物啊 尤其是早期的 都是顶天立地 你看这两个美人 也是属于这种情况 所以他的时间点 我们在断代的时候 就应该考虑 把他往前面去靠 而不是往后边去靠 这个鉴定过程当中 要会学会的理解 第二个就是上面的彩的运用 很显然 这个彩啊 是受到了五彩的影响 你们看到了这个 上面的这个颜色 看见没有 他这个裙摆啊 裙子啊 用的是什么呢 胭子红 那个坐的那个床榻 用的也是胭子红 那么 他这个胭子红呢 不是刚才我前面讲的 他能把胭子红的颜色 通过渲染以后 能够分出很多层次来 他依然沿用了五彩的技法 就是我们讲的叫大红大绿 用这个色块来做图案的颜色 你看身上穿着绿绿的衣服 穿着蓝的衣服 除了里面用黑 勾了他的一折线条以外 整个就是一片蓝 一片绿 一片红 都是用色块的 这个很显然 他受五彩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再一个就是他们的法纪 这个清代人的法纪 和明代人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侍女 一个明代的侍女人物 是一件衣 他里边是没有衬衣的 清代不同 他里边有穿的假袄 也有衬衣 也有衣领 这就是清代的绘画风格 以后看到这个文是 你看 戴衣领 里面还有衬衣 那好了 这个一定跟明代没有关系 那么这个高耸的法纪 这种右上的黑彩 这是受法郎彩的影响 所以我们看这个黑颜色 就像我们平时形容的 像大气一样 乌黑正亮 这个时候跟树三彩的黑是不一样的 大家注意啊 树三彩的黑是墨绿 深墨绿色 而它这个法纪的颜色是真正的黑色调 是受法郎彩的影响 因为它加了铜 铁 骨 这种颜色综合起来 形成了这种黑色调 这个呢 也是我们在鉴定啊 这类东西的时候 尤其要注意的问题 但是在这儿呢 我要提醒镜头前的朋友们要注意 民国时期 访康熙五彩的人物 尤其像侍女头上的这种法纪 做的也是一流 请大家要注意区别 不然的话 把民国的当康熙的 这就变成了一个笑话 所以在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你看这个石头依然用了十七世纪啊 十七世纪的我们这种 比较夸张的这种太湖史 受透露重 这个原则依然体现 但是呢 它显得更加的奇特 头重脚情 这实际上在崇祯就有这样的情况 顺致大量使用 到了康熙也是如此 那么按道理来讲呢 这个时候看这种东西呢 就不应该是这种形态了 到了雍正 可是这件东西呢 依然还是这样 非常的奇特 俊俏 像这种呢 很显然还是受五彩影响 也就是说画这个 笔筒的这位师傅啊 或者画师 看来看五彩的东西 看的比较多 尤其是康熙五彩 所以画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就难免把这个构图上面会使用康熙的技法 就是这种造型 所以看这样的东西呢 我们脑子里面会有更多的想法 来追溯 来追溯 它的源头 这样的话才可以更深刻的认识这件东西本身 这就是我想在这呢 专门提醒我们 镜头前的朋友们 再一个我在这提醒大家注意啊 看见没有大桥二桥坐的这个床榻 我们很多朋友只知道磁器的 其他都什么都不管了 真假也是第一位的 价格更是注意 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啊 这个床榻是什么 这就是个明石家具 大家要注意 这就是一个明代的家具 就这个造型 所以我们通过这些东西啊 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 不要默然处置 其实我们看到的 就是那个时代传给我们的信息 而我们所要做的 就是要学会了解密 解开它的谜团 这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 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好吧 嗯 好的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件 我们这件的笔筒的尺寸呢 是13厘米的一个高度啊 也跟大家播报一下 如果说大家有喜欢这件笔筒的呢 也可以去我们这个大意的官方平台 去搜索一下这件的相关信息 也可以通过后台私信客服的方式呢 去索要一些更加 更多拍品的这个戏图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已经上了一个小黄车 这个车里面呢 也是跟大家预告一下 是我们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最后两天 会有我们这个抖音 对专场的拍卖 因为我们今天是多平台直播啊 可能就是有一些这个其他平台的这个名称不能够提出来 所以说呢大家这个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北京大意的这个各个平台 因为我们在这个多平台都是有入住的啊 所以大家也可以提前去预览一些相关的拍品 是10月6号和7号的这个拍卖直播拍卖的 那么我们现在给大家在进行讲解的这些拍品呢 是我们明天下午1点钟 由这个拍卖室给大家进行线上线下的同步的拍卖的拍品 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现场同步预展当中的预展的地点呢 在我们北京的这个山手文员拍卖街 我们大意的一空间啊是进行预展的 如果说有在北京的朋友可以来这个我们的现场进行一个上手 也可以现场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呢是第55号 是康熙时期的一件五彩的花卉锐谷纹盘 这件呢这个尺寸是非常大的啊 是33厘米的一个直径 这件这个中间呢是绘画的这种 这个绘画的是这种花卉纹 这只花卉的一个纹饰 稍等我把镜头调 远一点 对这样看得全一些 对 然后在我们这个内壁的部分呢 它是绘画了这个桃子石榴这种三多的纹饰和赖瓜的这种三多的纹饰 可以看到这件整体是用这个大面积的红绿彩继继续装饰的 而且这个彩的这个厚度啊 也是非常的明显 非常亮 包括这个 这个花卉的这个叶子的画法 之前汤老师应该也有提到过像这种类似于鸭掌的画法 对 是仿这个明代的这种风格的一个画法 嗯 正在交近的这种画 嗯 这个大家都看见了啊 刚才我讲到那个大桥二桥的时候就讲到了 它的绘画风格呀 是采纳了我们康熙五彩的一些做法 现在我们在下一个大尺寸的一个盘子啊 你看很明显 它就是五彩 你看这个五彩呢 从工艺上来讲 它是先烧树胎 然后完成了以后再在义务上重新加彩 这个红 繁红 这个绿 这个黄啊 这个颜色 把它组成了我们现在展示在大家面前的这么一个大盘 啊 这个大盘呢 里面是盛开的这个牡丹花 也是我们平时经常讲的叫双鸡脚牡丹 它这种风格就是刚才我讲到那个坟采二桥大桥二桥的时候 啊 就讲到了它完全是用色块 来表示啊 它所需要呈现的内容 这个牡丹花你看就是用繁红 完全是色块 除了中间的留白以外 这个叶子完全就是绿的 除了有黑沟的这个叶脉啊 边上的锐果 除了一点点淡淡的央草绿和铁黄以外 基本上就是用色块组成的这么一个图案 这叫什么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 这就是五彩 这个它的特色就在这个地方 粉彩和它不同的就是因为它有色尽 而五彩只有色块 所以初学者对这种东西的话呢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你很容易搞明白了 哦 粉彩是这样的 哦 五彩原来是这样 啊 这个呢 就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问题 这个呢 这个里面刚才我们这个 啊 陈小姐介绍了 这个里面 其实呢 它是 锐果 这是没问题 啊 这个里面呢 主要是 寿陶 石榴 寿陶代表长寿 石榴代表多子 还有一个呢 是什么呢 是 是 是如意 啊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我们过去一直讲 清代啊 图笔有意 意笔吉祥 那么这件东西呢 显而易见 它要表现的 或它要表达的 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锐意 啊 这个是比较明确的 那普通老百姓一看 都看得懂 啊 都看得懂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它的背面 看见没有 折之 这个花卉 啊 三组折之花卉 这个是什么花呢 就是我们平常讲的 月季花 或者叫玫瑰花 啊 这个非常清楚 啊 那么 我们现在要讲的是什么 你看我手抠到这个 这个草里边的 这个圈竹注意名 是双圈竹 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讲 双圈竹呢 往往是康熙早期的作品 因为双圈竹的出现 是在顺治时期就有了 而沿用到康熙早期 中期以后就不再有这种双圈竹 而且这个双圈竹 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我们手指头都可以摆进去 里边十分的光洁 啊 曾经有仿的 它这个中间的空隙啊 比较窄 如果这个空隙变窄的话 啊 这个空隙 那就是后仿的 啊 这个你看手指头都摆进去 啊 说明它这个空隙啊 在当时制作的过程当中 啊 是人为有意思的 把它留出来 而且便于处理这个圈竹 所以它里边非常的光洁 细润 这个呢 就大家注意 它还有口言 我们刚才转的时候 大家都看见 它的口言爆口 啊 我在研究这个 明末啊 到康熙这一段时间的时候 啊 就特别注意了 这个时间 它在工艺当中 它在工艺当中 有意识的 在口言部分 加粉 啊 使这个口言更加的 解白 润滑 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口言 它用了化妆土上去的 化妆土和又和开 在高温当中 是不能完全融合的 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细小的空间 那么这种空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很容易被磕碰 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口言爆右现象 我们你看这口言上很清楚 底下的胎啊 上面有明显的火是红 如果它在还原院气氛当中和右和胎是同步的话 这口言部分是不可能出现火是红现象的 因为这个又已经把这个口言包得非常的严实 它不可能存在二次氧化的现象 这种铁的吸睛是不可能出现的 而正是由于它有这么一个空隙 所以我们看到口言部分 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 这个铁红的颜色在这 所以在这儿呢 也提醒我们镜头前的朋友要注意在公义上 这个代表了明末清初时期 这个公义上的一个特色 也是我们在鉴定过程当中 要知道的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在推荐的时候 经常把我们一些鉴定的要点告诉大家 希望引起我们镜头前的朋友们的注意 这个不是一个小事情 要学鉴定 这些细节是必须要注意的 要不然的话 那个随便乱说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一定要拿出依据来 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好吧 那么这件东西呢 因为尺寸大 整体来讲呢 除了口言抱佑 那么还有点小冲线以外 其他的基本上应该是完美的 那么还有最后呢 我就提醒大家注意啊 由于他是在右上重新加彩 到炉子里烘烤的 所以这个上面的色彩 它们里边往往都会用铅做融剂的 所以大家注意 这个块面上我们经常会发现 会出现咖喱光现象 以后大家要注意 出现咖喱光 一定是用铅做注融剂 法郎材里边也会有这种现象 是铅和彭做注融剂形成的 所以这个里边铅做一个化学元素 它会让自己的特点 会暴露无遗 这也是我们在建立过程当中 要注意的一个重点 好吧 在这儿呢 我就把它再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以后大家看到这种东西的时候 尤其这个块面上 看到上面的绿 看到上面的这个黄 这个上面都会体现出 这种咖喱光现象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儿呢 对它工艺和化学变化 做一个大概的了解 好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件 这一件刚才讲的这一件呢 是我们的第55号的拍品 如果有喜欢这一件的朋友呢 也可以在我们后台咨询一下 这个我们的这个后台私信一下 我们的这个店铺啊 是可以看到这件的相关的一些戏图的 那么我们现在小黄车里的呢 是我们即将上线的这个 国庆期间国庆的最后两天即将上线的一些拍品 是会给大家到时候带来直播拍的 也是我们大义首期的这个啊 只能说吗 就是抖音平台的这个直播拍哈 可以预览一下一些拍品的相关的戏图 好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件呢 是乾隆时期的一件孔雀兰幼的桃形倒流壶啊 其实这个样式在这个清代还是比较常见的 还有这个茄皮紫幼啊 以颜色幼的为主 整体呢 堆塑的是这种一个受陶的造型 包括它的流和直是用这种陶织的这种仿生的样式 去绘画和造型的 那么像这种倒流壶呢 它其实最早在唐代就已经开始 有当时的人已经发明了这种东西 它主要是如何去使用的呢 它是因为它这个底下有一个洞嘛 翻过来看一下 这个底下有一个这个孔 它是通过这种倒置 然后全部进没到这个水里的方式 去给它灌水进去 然后等它全部灌满到这个流 会这个流出水了之后呢 就等于是满了 然后你在倒置了之后 这个水是不会从这个小孔当中继续去流出来的 反而是可以通过倾倒的方式 它会从这个流的这个里边就是可以倒水出来 其实也是用到了这个物理的一个原理啊 就是有这个有研究过 怎么说 有专家研究过这个倒流湖的这种内部结构 它其实看起来内部其实是有一个这种管子 对 然后呢它是让这个水面和这个管子提高 然后给它去 这种物理的方式让它给这个水不再溢出来 所以也是我觉得古人也是这个构思来说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巧妙的 对 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倒流湖啊 并不是我们清代人的画面 其实在宋的北宋啊 这个倒流湖就已经出现了 刚才我们给大家看到的那张照片 用抛面给大家看见了 这件东西啊 是陕西省文物商店 当年把它收购 刚开始都不认识那是什么年代东西 后来发现研究完了以后确认了这件东西 现在在陕西省博物馆啊 一级文物啊 这是耀州窑的一件作品 其实在定窑当中也有这种倒流湖啊 我们凤文堂里边曾经拍卖过这么一件东西 是个白柚的啊 这种东西呢 我们讲的主要是从宋代开始 逐步的延续下来 而我们今天见到的这个 这孔雀绿柚的 实际上的这种造型啊 用陶形做的是比较多的 但是呢我们很多人说不清楚 像这种我们今天是纯的孔雀绿柚 还有豆青柚 柚里红的 蓝柚的 柚里红的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什么 什么颜色的 铁皮子团 基本上造型呢都是以陶形为主 为什么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寿陶嘛 这是寿酒啊 喝寿的 所以大家呢都想 讨一个口才 那么所以用陶形 大家看了都很舒服 没有一个人说对这个胡流 这个胡霸 再去纠结 而是认为这个造型本身就很祥瑞 哎 做成这样很不错 很好 啊 买一个放在家里喝喝酒 蛮好的 来来客人 招待客人 拿得出手 啊 很舒服 那么我们现在眼前放的这个呢 陶形湖 孔雀绿柚 它是用石墨 牙销 啊 和铜屑 烧制而成 啊 这是中温柚啊 我在这提请大家注意 我们很多人一听这个中温柚 又是姓名词 这个老东西 怎么专门找这个姓名词 给我们听 没错 这个达到一千度 啊 烧到温度 所以这种东西呢 以前主要是用在建筑构建上 啊 南京代到元代时期 我们北方的庙宇 上面用的那种琉璃砖瓦 就是用的这种配音画 由那个在演化到今天我们见到的 这个景德镇的 这种磁胎上来加 孔雀绿柚 它有一个延续的过程 啊 这个过程很重要 大家要知道它的来路 我们去过五台山的朋友 啊 我们镜头面前有山西的朋友们 你们在五台山 我相信也见过这个 啊 包括我们南方的 广东的 啊 福建的朋友们 也可能见到过 唯一 江泽一带的庙宇上面 很少用这种颜色 或者说用这种琉璃网的 当然现在不一样 啊 我讲的是古代 哇 所以这些东西呢 也是我们知道它为什么 啊 会有这种颜色的出现 这个呢 就告诉大家 所有的孔雀绿柚 一定是开片的 包括我们镜头前的这个 当然这开片不是像我们像歌谣啊 开得很七十五八 而是非常细小的 凑近了看 才看得见上面的开片 这个呢 是所有孔雀绿柚 从它出现的那天起 上面就开片 一直延续到今天 我们稍造孔雀绿柚的时候 它依然开片 因为什么 因为里边它用了牙销 牙销是氧化甲 它和胎型就是不匹配的 它的膨胀气数比较大 所以所有的孔雀绿柚 烧出来 它一定都会开片 啊 从 金 元 明代 这个 啊 玉瑶厂里边烧到的孔雀绿柚的 所有的东西 都有这个情况 所以在这儿呢 我专门提醒大家注意 这个氧化甲 这种膨胀系数比较大的 这种矿物元素 在氧的表现上 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 啊 这个呢 也是我们在这儿呢 要特别给大家强调一下 啊 如果是个上面 干净 润滑 连一点开片现象都没有的话 那你要注意了 这是是不是 是不是孔雀绿柚 还是其他氧的配置 啊 这个 一定要提醒我们镜头前的朋友们 要注意 啊 这个在瓷器上 出表现出来的 它就自然现象 啊 这个不是它的瑕疵 而是 胎里带出来的 从右的配置开始 它 必然结果 就是要开碎片 啊 这个 大家要特别注意啊 这是我在这儿呢 又是提醒 我们镜头前的朋友们 要注意的 一个鉴定方面的 重要器材 好吧 嗯 好 好的 我们继续看到下一件 嗯 这件呢 再跟大家说一下 是第58号的一个拍品啊 孔雀绿 孔雀蓝油的一件 倒流服 如果说有喜欢这件的朋友呢 明天下午也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的拍卖 明天下午的1点钟 我们会准时开拍 嗯 是线上线下同步的拍卖 这件是58号 好的 大家如果说这个 有关注我们的朋友呢 啊 可以看到 现在在小黄车里 有上线了一些拍品 这一些拍品呢 是我们这个 啊 一共是我看一下 一共是36件的这个拍品呢 是我们在国庆假期的最后两天 会给大家 由我们这个全新的抖音团队 来给大家进行一个直播拍卖的 一些拍品啊 大家也可以提前上手和预览一下这一件 这一部分的拍品 那么我们现在给大家讲解的是我们明天下午的一至二的磁器工艺品的专场的拍卖会 那现在我们拿过来的这件呢 是一件民国时期的磁素仿生的这样子的一件卧鹿啊 这件小鹿的呃也不算特别小了吧 这件的尺寸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啊 有34厘米的一个高度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鹿整体是一个这种坐卧的一个姿态 然后它的一条腿呢是这种好像在哪两样一样这样子的一个造型 身上的这种斑点啊和纹路啊都是塑造的比较仔细的 呃大家呢可能很多朋友啊不太研究纸纱的啊 这个在这儿呢 时间开派 我呢也是请我们镜头前的朋友要注意一个细节 就是纱纱湖啊 在我们中国陶瓷发展史上 它还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们在研究中国陶瓷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了 紫纱这么一个客观存在的陶器啊 因为它属于陶啊 那么它不仅仅有陶而且还有右陶啊 还属于右陶类的经常会出现在紫纱上挂右的 那么这件东西呢是一个仿生的 嗯没错 哎这么一件紫纱器 其实紫纱仿生啊 从青猪的啊 陈明远啊就大量的做了很多什么呀 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干果 比如说竹笋 比如说核桃花生瓜子白果 菱角藕啊 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 从青猪开始就大量的在制作啊 当然制作者一定不是等闲之辈 因为等闲之辈是做不了的 之所以说它是仿生的 是因为它确实做得像 有的地方可以乱真的 这一点呢是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我们讲到陶瓷的时候 把这个紫纱这个地方是祸缺了 这绝对是不应该的 因为它当时对整个的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从宫廷一直到民间 我们宫廷里面有很多紫纱 而且还在紫纱上面加法郎 在紫纱上面修漆 替红 苗津 等等 很多 而且那很多都是大名家 我们有一段时间 尤其是上个世纪 90年代以后 南京艺术拍卖公司 曾经专门把顾景州的一些东西拿来拍卖 那是第一次 作为拍卖品出现在拍卖市场当中 那么这种现象也是随之在我们的拍卖当中 就逐渐的出现了紫纱的声音 像这种仿生的东西 除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和我刚才讲的 还有什么呢 还有人物的 还有比如说鸭子 鸭子在晚清民国大量出现 螃蟹大量出现 所以这个呢 我想提醒镜头前的朋友们 这件东西其实尺寸挺大的 作为一个观赏器 承设器啊 还是很好看的 它的观赏器很强 因为什么 它栩栩如生 因为什么 因为它太节地气了 因为它把生活当中的这种动植物 把它浓缩起来 把它做成了一个活灵活现 栩栩如生的一个瓷器百间 或者说一个桃器百间 它可以引起我们大家的关注 因为人对动物的爱护 这是天性 喜好 尤其像这种动物 这个鹿 跟这个凤鹿的鹿 很相似 和长寿 经常联系在一起 所以像这个梅花鹿 看起来就 怎么看 它都不是那么让人厌恶 对不对 看得很舒服 所以这个东西呢 它完全包括上面的羽毛 这个毛啊 毫发一样的 都是一点一点全部剃出来 做得非常的像 非常的细实 所以一件艺术品的呈现 它不仅仅是要像 而且呢 要做得栩栩如生 这是非常不容易 就是我们现在眼前摆在的 这件梅花鹿 是吧 你看它的眼睛 它的轮廓 它头上的脚 和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 又有多大区别的 是做得非常生动的 这件东西 我可以肯定的讲 又是来自海外回流的 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在我们经历的过程当中 还是不多 因为过去损耗了太多 所以像这种东西呢 对于我们现实人来讲的话呢 应该说还是弥足珍贵的 因为太少了 这是一个客观现实 所以我们喜欢它 也要保护它 使它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 这个呢 都是我们希望的 今天我们把这件东西拿出来呢 也是想通过这件东西呢 来引起我们这些朋友们的注意 这件东西 陈舍器应该是一对 按照理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习惯 这个路头往这边摆 那个路肯定是往这边摆的 一左一右 一定是陈对的 很遗憾 那一对在何方呢 不知道 是不是它存在 也不知道 所以唯独它还在这里 这个所以 更显得它的弥足啊 特别可爱 所以在这呢 我也多说几句 大家可以观赏 可以看 它的这种神音就在哪 好吧 好的 我们可以继续下一件 那么这一件呢 是我们第72号的拍屏啊 对 有老师评论 这仿生系列制作是非常不容易的 也只有在这个清代呢 也只有在这个乾隆时期啊 就是质字工艺比较鼎盛 国地比较鼎盛的时候 才会比较流行 这一系列的仿生的题材 对 那么到了这个后期 包括刚才汤老师 有提到一些紫山的名家 会去制作这些仿生的题材 因为它 其实你看起来 它好像 就是一个没有什么 就感觉很生动 但是其实你细看 它的这个包括毛发啊 各方面的细节的速度 它都是根据它这个全身的这个肌理啊 纹路以及它活动的状态 去进行一个雕塑的 所以是非常见这个匠人的这种功力的 我们叫鬼斧神功啊 没错 这个做法确实做得比较好 是吧 因为 哎呀 这种东西 当然我们讲 现在人也能做 但问题是 那个时代 那个时间 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它能流传至今 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弥足珍贵 所以我们看到 经常看到过去一些东西啊 很感慨 原因在哪 那个时代已经没有了 它还能存下来 非常描迹 所以我们经常 我在经常讲啊 我们的后人 对我们的前辈们 始终要有一个敬畏之心 因为他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 所以我们看的东西 应该要有这种心啊 恭敬的 敬畏的 去欣赏它 去看待它 去保护它 这个是最重要的 好 好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件呢 是我们本场的第85号啊 是一件乾隆时机这种 有点类似于广彩画法的一件 这个折烟盘 这件呢 给大家看一下 它整体的风格还是相对于比较接近西洋的 它绘画的这种海螺 然后这个有点类似于绣球花 包括这个珊瑚啊 整体的这个画法都是比较西式的 口言呢 是有这种苗经 背面呢 是没有任何纹饰的 这个进楼前的朋友啊 我要多说几句 现在我们给大家看到的这个牌啊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色彩的搭配 这个上面底下其实它是一个花篮 但是呢 它又不用花篮的这种形式 而更多的把它做成一个像什么呢 像一个海螺 这寓意着什么呢 是吧 这个东西啊 一个 这个我们事事求是讲 它是一个外销的作品 是吧 流向海外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 却又从海外回到了它的娘家 这一点几百年来真的是不容易啊 而且这件东西保存的非常完美 所以我们看到它口言扳言上的这些这个残枝的花卉啊 都是用纯金描绘起来的 所以神采奕奕啊 金光灿灿 保存的这样 可想而知 当年这个物主啊 也不是一个平庸人家 一个有钱 第二喜欢 第三 这种东西根本就不敢使用 而是完全作为一个成色品 把它陈列在那里 所以这几百年来 这个上面的色彩 没有出现问题 保存的这么完美 有人说这个是不是后家的 那么我仔细已经看过了 它不是后家的 就是历史的本来 这一点非常了不起啊 能够流传至今几百年 颜色 金还能保存的这么细 这么完美 实数不易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上面的色彩的搭配 我记得 这个唐英啊 在他的陶冶图说当中 曾经提到了 仿西洋化 即洋财这句话 那么镜头前的朋友们 我在这儿呢 就要说这个问题了 我们现在市场上 大家都在喜欢说洋财 因为讲了洋财以后呢 可能会提高他的身价 但是请大家不要忘记了 这个身价是不可以随便乱提的 你都没搞清楚对象是谁 去提高鬼的价呀 什么神价呀 对吧 根本没搞明白 什么叫洋财 唐英是本朝人 他说的这个话 是有依据的 所有的绘画 如果按照西洋的绘画 方法 装饰计划 那么这种就叫洋财 除此以外不叫洋财 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坟财 举个例子 福寿双全 大家都知道 雍正的福寿双全 乾隆的福寿双全 上面画的是桃和蝙蝠 八桃也好 九桃也好 画了五只蝙蝠 是吧 这种图案 能叫洋财吗 显而易见 那不能叫洋财 那完全是中国画 画的也是中国的写实画法 这个洋财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如果你把那个说洋财 那睁着眼睛说瞎话 真正的洋财 今天我们给大家看到的这个 就是完全按照西洋的画法 按照西画的画法 来装饰这个盘 这个盘面的 这种就是我们要讲的 叫洋财 这是第一 第二个 我们在装饰瓷器的表面的同时 采纳了西方的很多的文样 这也可以叫洋财 除此 不可以叫洋财 那是胡说八道 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些东西混为一谈 以为这就认为它的身价就提高了 这更显了自己的无知 所以我今天专门把这件东西拿出来给大家展示 给大家看的目的 就是要给大家澄清这个道理 我们说话做事要有依据 而不是随可就来 这个是不可以的 所以这件东西是典型的洋财 做得非常好 非常细 这就是我今天要和我们镜头的前面 这个镜头前的这个朋友 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要精卫分明 搞清楚这个关系 当然如果说你说这个东西是粉彩 也是可以的 因为它确实采用了粉彩的技法 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在道理上要理清楚 不要混淆事情 这种做法是不可以的 在这个地方我专门强调一下 也是借这个话题 把这个事情给大家理解 让我们搞清楚什么叫洋财 什么叫粉彩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通过这个给大家专门陈述一下 好吗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 好 行 好的那这件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件 这个画这个西方题材的一个作品 其实在这个拥前时期 虽然它外销词非常大量 就我们现在说来 好像没有说官瑶那么高级一样 但是其实在那个时候 很多外销它是 是给欧洲一些皇室或者贵族去定制的 比如说我们比较有名的 有这个洛克菲洛茨 洛克菲洛茨 包括这个有一些带徽章的这种瓷器 其实是中国这个瓷器发展到一定的高潮与 外界这种融汇贯通社交的这样子的一个产物 所以其实外销它也是有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意义的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件呢 是94号的嘉庆时期的一件粉彩的阴系图的花口碗 这件呢 它这个绘画的题材还是比较经典的 因为这个古代阴系图其实有非常多样式 包括有这种英系持莲的持荷花的这样子的 然后有侍女英系 那么像这种这个以这个一个小孩在鱼缸里边玩耍洗手 是样式为中心点 然后展开的这种石榴子英系的这种花纹样式呢 它其实是从这个成画玉瑶当中开始烧制的 有这个当时这个十六子英系图呢 一个是基于历史的原因 是成画皇帝本人 他这个因为他的这个后妃 他年纪比较大 他有这种想要求子的这种渴望 然后包括这个十六子也有说是 寓意他周围有十六位贤臣辅佐 他辅佐生明天子的这样子的一个语 那么到了清代从康熙时期开始 去纺织这样的画片以青花的 然后繁红五彩的比较多 那么我们这一件是一个嘉庆时期的一个纺织的一个作品 那么这种啊英系啊 就是我们整体看到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图案 其实英系图案呢 从历来都是我们历代的君王 包括我们的老百姓 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我们平时讲的一句话叫传组接担 是吧 没有接班人 这种这个说的难听一点 一定要断子绝身的事情的人就心里面就不少 总是希望自己家庭兴旺 人丁兴旺 这是我们只是繁荣的一个基本保证 也是家庭繁荣的一个基本保证 所以对孩子对后代 直到今天 我们依然非常重视 现在四个老人带一个孙子 这种情况处处可见 那么古人呢 当然不像现代人这样 但是对孩子 还是非常重视的 这是深深不息的一个源泉 所以大家都很重视他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英系 庭园英系啊 除了刚才我们讲的 宣德成画时期有清花的 像彩器当中的 我们曾经见到过 用红地的 用繁红做地 苗经 然后呢 画这个英系的 底下落款 大清 家庆年制 这个三行六字铁签段款 那么这个题材呢 所以这个比较喜庆 大家看了也都喜欢 历超历代都喜欢这样的题材 所以我们今天呢 也看到有这么一件东西 在我们这个拍品当中 那么同时呢 也找出了同时代 用繁红做地 苗经 然后迎戏的这个碗 来证明这个东西本身 在家庆时期呢 应该说 还是比较受人喜欢的 一个题材 尤其是在宫廷里边 备受喜爱 这个也是在民谣当中的也有 但是呢 没有这种啊 制作的这么规则 绘画呢 没有那么细致 表现的这些阴系啊 这种深容火火的 那种精神状态 相比较而言呢 明耀要差一些 但是观耀呢 表现的更多 这种反应这个阴系体材的 几乎我们从唐代旧 《长沙谣》里面就看见 一直延续致敬 这个体材 永远是个永恒的主题 我们讲 爱情是个永恒的主题 但是英系啊 孩儿科子也有 也是 中国文化当中 一个永恒的主题 所以我们看了这个文士啊 看到这个 马上会想到这么多 这件东西呢 应该说 还是一件绘画 整体来讲 比较工整 比较细致的东西 这件东西好像 口言处 吊片 及科处 已经修了 这件东西已经修过 在品项上呢 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瑕疵 所以这个呢 我们希望 镜头前的朋友啊 能够在 适当地再查找一下资料 看一下 我们小黄车里边 所反映的这个 整个它的状态 这样有助于我们在 选择这些东西 或者观赏这件东西的时候呢 能够更加明瞄一些 这个底下好像有款的是吧 有加倩 大天三千年制的款 大家看一下这个款 这个款应该是 繁宏 六字三行 铁线钻款 用这个松石绿做地 开窗里边写 这种呢 是一个惯例 乾隆就有 家庆 易燃 道光啊 后来几个朝代 也经常会用这种办法 我们看到 底用这种来装饰的话呢 必然会想到 它的糖内 也就是碗里边 会不会用这种颜色 经常会这样 包括你想笔筒啊 文具啊 也会用这种东西 但是有一个大家要注意 我以前一直在讲 这个乾隆时期的 这种松石绿颜色 比较淡 就是那种淡淡的 天蓝色调 江庆 也是如此 直到了道光以后 它的颜色 蓝中偏绿 越到后来越绿 这也同样是 我们在鉴定过程当中 必须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所以学鉴定 不是我们大而化之的 就那么三言两语 说我就学会了 那开国际玩笑 是吧 这个里边的多少细节要关注 都是要作为我们参考的一句 这个太重要 所以在这儿呢 也是提醒我们镜头前的朋友们 要有意识地注意这些细节 好吧 好了OK 好的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件 那么这一件也是这个绘画英系非常不错的一件作品 继续下一件 是这件吗 唐老师 对 它是32号 32号 32号 这个朋友要看一下 好的好的 那大家稍等一下 那么刚才有朋友在问这个什么时候拍卖 我们现在讲的这一部分的拍品呢 是在明天下午的一点中会给大家进行拍卖的 在大一的官方平台去给大家进行拍卖的 那么现在抖音小黄车里的这些呢 是这个我们国庆节期间 国庆节的最后两天 也就是6号和7号 会由这个我们大一的录音团队给大家进行一个直播拍卖的一些拍屏 稍等我调一下这个进处的机位 好的 好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件是32号的一件拍屏 应该是一件光绪时期的一个大屏 民国 民国时期的一个大屏 整体是这种光绪大雅斋风格的 仿正大雅斋风格的一件 整体是这个子弟绘画的这种非常经典的这种画眉花鸟的这个一个题材 那么这种东西呢 其实我们在晚清啊 尤其是大雅斋 经常会选用这种 我们叫雪 这叫雪清 不 藕褐色还是叫什么 藕褐色 对吧 这种紫色调的东西 这个与谁有关系呢 与慈禧太后有关 她喜欢这种颜色 我在生活节度当中 也有很多女同事也喜欢这个 这种颜色 对我个人来讲 我不太喜欢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总让我觉得怪怪的 是吧 但是既然人家喜欢嘛 人家就做了 而且专门作为定制的 大雅斋天地一家村 这个来做这个瓷器的基本色调 这个呢 怎么说呢 它的颜色呢 相对比较深一点 那么整体的呢 始终是以花鸟作为它的主体 所以我们看到这上面的所有的文式啊 基本上是花卉和鸟 这个鸟是什么呢 基本上都是喜欢用这个 我的观察 我总认为这个鸟应该是八鸟 喜欢用这个东西 是不是与这个老佛爷啊 没事那个八鸟挂那儿 他可能看得多了 就喜欢的东西 这个作为它的一个主体文式 这种东西呢 在晚清我们那个展览当中啊 也见到过类似像这样的东西 比较多 那么这件东西呢 实际上我来看看它的 有没有第一款啊 有的 有款 大家看一下 永庆长春 有这个款 双方款款 那么这种体材呢 的确是在大雅斋的体 这个这个器物当中 有所表现的 但是根据这个颜色呀 色彩搭配呀 绘画技法来看呀 这件东西呢 是不到工序的 应该是后人所为 不是工序的作品 虽然它落代呀 在天地一家村 底下是长庆 叫做 永庆长春 永庆长春 这么一个款 但是 它不是 这个 工序时期的东西 所以在这呢 要特别强调一下 强调一下 那么这个七五的花口 大家注意啊 花口 乾隆时期就有了 而这个上面出现花口呢 只是对乾隆时期 这个造型上的 这个延续 并不是它的创造和发明 所以在这呢 我们就专门强调一下 告诉大家 那么顺便呢 也又谈到了一个问题啊 刚才我们给大家看了 看见没有 这个瓶口是松石绿吧 大家注意没有 刚才我给大家看那个 嘉庆那个碗的时候 刚刚提到的 就是这个松石绿的颜色呀 一定要淡淡的蓝色调 如果这个颜色偏绿了 年代一定晚的 而这一件恰恰 这个镜头光照啊 可能给人感觉还比较淡 但实际上颜色有点偏绿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颜色的时候 你千万别跟我说 这个东西 这个颜色是找的 不对 这个颜色呢 应该是 晚清的作品 晚清以后的作品 所以大家呢 在这儿我再顺便的强调一下 把我刚才的那个 看法呢 再重复一次 那么告诉我们镜头前的朋友 这个东西 它是后者方的 而不是本朝的东西 在这儿呢 我就专门强调一下 请镜头前的朋友 这位朋友 这个 你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好吧 好的 好的 我们继续下一件 这件是32号的对吧 这是32号 对 32号的这个 这位刚才点播的朋友 那我可以关注一下 好的 我们这一场的拍卖呢 也是会在明天下午的一点钟 给大家进行线上线下的这个同步的拍卖 一共是有200多件的这个标记 如果说有关注我们这个大意拍卖的朋友呢 可以持续的这个在我们的直播间 明天下午的一点钟 是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转播的 好的 我们现在继续看到的这一件呢 是第144号的光续时机的五彩十八罗汉图的碗一件 对一下 插句 好 我切紧紧对一下 稍等 现在这一件是整体是一个鞭扣的一个造型 然后它的这个底下呢 是落有这个大雄宝殿的一个款的 绘画的是十八罗汉的这个题材 稍等 对一下胶 我们先继续给大家讲解 这个大雄宝殿呢 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 包括河南郑州的金山寺 然后北京的这个谭拓寺 都有这个大雄宝殿的这样一个殿 大雄其实是这个 佛弟子尊称释迦牟尼的一个尊号吧 因为这个大雄 它的意思是 有寓意的这个释迦牟尼 它是有这种圆绝智慧 可以雄振大天世界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所以呢 这与这件整体这个绘画的十八罗汉的题材 其实是有呼应的 因为十八罗汉 他是这个释迦弟子嘛 好的 老师的话给您介绍24号 我们这个工作人员 现在拿东西的工作人员没有在这边 您稍等一下 我们先继续讲解这一件事 144号的 所以呢 这个和这个大雄宝殿 这个是可以相呼应的 包括这个 从款制上来说呢 它应该是属于给这个大雄宝殿定制的 这样子的一件东西 包括清代 其实还是比较流行 十八罗汉的题材 这一件东西啊 用五彩来表现这个 十八罗汉 其实这个题材呢 我们在清初 包括这种 罗汉呀 菩萨呀 这些明代 就有了 就有了 那么所以这种用彩器呢 我们在乾隆时期的法郎彩上面 也有关于罗汉题材的 这么一个 这个碗 那么还有呢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类似像这样的 背景比较的 空 有十八个人来组成一个图案 这个道光时期 圣德堂里边 也有这样的 题材 不仅仅是 落圣德堂款 还有落大清 道光年制款的 也有十八罗汉题材 道光 同志 这种题材 比较多见 大家要注意啊 这种东西比较多见 所以我们在看这种东西的时候呢 首先要 看一下他这个 人物的这个主图 构图情况 然后呢 再看他的这个文史的描绘状态 那么当然我们这个底下 有款的大雄宝殿 那说明这个东西定制的 作为一个供奉的东西 还是在大雄宝殿里面 作为什么其他用途的东西 所以这件呢 这个十八罗汉 碗的这个体材啊 应该说还是比较特殊 尽管我刚才讲了一些 但是事实当中呢 我们和其他类型的 这个体材的进行比较 十八罗汉体材 算是比较少 不是那么多 那么普及 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体材的时候呢 有些人比较的 喜欢 这种十八罗汉呀 罗汉呀 弥勒呀 或者是对佛教比较喜欢 佛教体材喜欢 比如说我新加坡的朋友 他就喜欢达摩 哎 我说这个有一点意思啊 那么 菩萨也那么多 你非要喜欢达摩干嘛 哎 他就喜欢 这所以各个人 对这个宗教的信仰 喜欢 各不相同 所以喜欢的体材 也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今天这个呢 也是用这种五彩来装饰十八罗汉 神菜各异 应该说栩栩如生吧 应该还是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而且他的碗内呢 是个弥勒佛 这个和外边的十八罗汉还不一样 还是挺有一点意思 他并不说里面就是一个碗 别的什么都 就是白的 没有 什么都没有了 不是 他里面用这个弥勒佛来做一个装饰 这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所以镜头前的朋友们 也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东西 那么喜欢的朋友们 当然你要关注了 是吧 但是他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讲他这个品相的口言有掉片 那么可能也是 我看见了 看见了 这个地方呢 有一点点 是有点掉片的 在这个位置上 大家注意一下 在这个位置上 有一块三角的掉片 现在呢 等于把它粘上去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品相的情况呢 给大家要汇报一下 讲清楚 这个地方形成一个三角 把它下去 好吧 这个情况呢 基本就这么情况 OK 对 这件的起拍价 有老师问 起拍价是5000元 起拍价 这个也有朋友问 这个是不是八门净宝 这个跟八门净宝 一点关系都没有 八门净宝的话 它是手上要捧着拖着 什么宝物 比如说宝珠啊 膝脚啊 珊瑚啊 之类的东西 这个里面都是法器 所以跟它呢 就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不能叫八门净宝 好吧 这个呢 也是我们在建议过程当中 就是我前面讲的 我们学习的时候啊 要内容丰富 涉及广泛 啊 你像这种题材 你如果学过的话 可能你不会说 提这个疑问的 啊 是怎么回事呢 是吧 所以学习还是要更广泛地去学习 啊 集齐文化的营养 历史的这些故事 这样有助于你对它 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定义 啊 这个是关键 好 是的 那我们现在继续看 稍等一下 那个刚才有老师点菜的 要稍等一下 这件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件 民国时期的皇帝粉彩的 佛日长明文碗 那这件碗的这个口径呢 相对来说 这个我们常见的这种 前中时期的佛日长明的尺寸 要大一些 它是有16.4公分的一个尺寸 那么佛日长明这种文饰呢 其实是源自于这个乾隆时期 这个乾隆皇帝下旨去 清宫档案里面有记载 去烧制这个佛日长明文饰的 这种有大盘小盘大碗小碗 所以呢 等于它是给这种皇家寺院定烧的 一个文饰 那么我们这件呢 是一件民国时期去追梦乾隆作品的 这样子的一个样式 那么这种样式呢 它相对来说 也是比较的稳定统一 都是以这种皇彩为地 然后上面去绘画的这种 洋花的文饰 包括设有四个开光 里面呢 也是有用这种胭脂红的景地 然后去书写 然后为地区书写的佛日长明四个字 也是属于一种固定的样式吧 对 这种东西呢 首先是定制的 与宗教信仰有关 当然这种定制呢 这是皇帝定制的 一种用柠檬黄做地 然后呢 开窗里面写上福日长明 这种东西呢 主要还是在前龙早期 那么底下落款呢 我不知道这个款呢 它是用什么 有字啊 大家看一下 它底下是有款的 落的什么款呢 大清咸丰年制 这种呢 是双方框 然后里面用铁线传 写的 这个六个字 那么像这种情况呢 要给大家讲一下 按道理来讲啊 宫廷玉制这种东西呢 应该是用 这种楷书款 这个 到了咸丰以后 他破了前面的先例了 直接用 大清咸丰年制啊 六字两行款这么写的 而真正用这种铁线传 来写这个字啊 应该是民谣的 而不是官谣的 我们在若干的 我们在若干的 咸丰 瓷器当中 看到很多细路的 做得非常精彩的一些作品 它若干 都是这样的 那么这种东西呢 它不是官谣器 是民谣器 那么也就是说 这是民谣法的 而不是真正 先锋官谣的东西 我们在上面写的很清楚 写的是民谣 这是后人 仿前者的委托款 所以公益呢 虽然相同 色彩相当 但是年代不同 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 势必要了解的一个环节 所以这件东西呢 看起来还是比较漂亮 这个颜色有那种 富丽堂皇的感觉 富丽长明也同样是用 蓝六个月五来写这个字 那么但是 此物非彼物 我们看到的乾隆的富丽长明 碗盘之类 公益 胎用 那都是非常好 非常细腻 干净 而这个上面呢 这个色彩 以及上面的文士 和乾隆时期的 相比较呢 略显一些粗糙 那么 这个问题啊 就是需要我们镜头前的朋友 你一定要了解乾隆 它本来是什么样的 原貌 如果你不了解 原貌 来看这件东西 当然 也觉得不错 但是你了解了 乾隆的 再看这一件 就发现 它有距离 这是 也是同样 在鉴定过程当中 要积累知识 积累经验 这是 必不可少 那么 今天我们看到这件东西呢 和我们讲的乾隆的东西呢 它是有一定距离 年代有距离 公益 有距离 所以 我们在选择这里东西的时候呢 还是相对谨慎一些 认真一些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不可以大而化之 这样的话呢 将来你又觉得 哎呀 怎么这样呢 过去我要认真一点 不就不这样了吗 是 这个 我们从来没有后悔药 可以卖的 所以 做什么事情 谨慎 第一 这对于我们今天 认识这个世界 认识这个东西 都是有可取之处的 所以在这呢 就特别的要强调一下 让大家仔细看一看 然后你再做决定 这样比较好 好吗 OK 好的 那这件是我们的 145号的拍品 刚才那个老师 还在不在直播间 24号耳朵老师 接下来给您看一下 这个24号 24号 这个小碑 受陶文的小碑 来这件 稍等我对一下胶 怎么回事 老师对不上胶 对上 哎 没对 往前 哎 往后就好一点 嗯嗯 可以了 好 这件整体是这种 这种贺寿的一个题材啊 其实这种桃子 洪福的文士 在清代还是比较有名的 比较这个 比较有名的题材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 庸妈前九嘛 乾隆庸前名品 这个九桃盘 九桃平 这件底下落大清光绪粘质的 六字的这个款质 尺寸还是比较称手的 这件东西呢 是口言有冲仙 即非诱啊 什么叫非诱啊 没听懂 就是有一点小颗 这个 实际上是有大概比芝麻链 还小的一点点的小颗 他们就非诱 这个这个都是新名词 我得好好学习 都得好好学习 那这件东西呢 尺寸很小 你可以叫它杯 酒杯 也可以 我们现在这个福建啊 广东沿海地区 喜欢喝工夫茶 用的也是这种小杯 所以有的时候 尤其对我们现代人来讲的话呢 这就有的时候 让人头有点晕 究竟是喝茶的杯 还是喝酒的杯 反正不管了 反正就是杯吧 那么这个杯呢 用的是粉彩 口言用的是绘纹 这个彩呢 整体来讲比较淡雅 那么上面呢 也有蝙蝠 其实呢 还是扶手双全的 预意 整体来讲呢 如果这是完全完整的一套的话 你要把它拿出来看 还是蛮不错的 还是蛮好看的 首先它不会像那个五彩啊 大红大绿 那么扎眼 很含蓄 这个符合中国人的这种气质 含蓄 低调 文雅 这点呢 应该说 它这个上面用彩 用的还是不错的 口言呢 它上面用的是苗精 这样的话 一来就显得有些富丽堂皇 看起来比较舒服 那么这件东西呢 再加上底下有个光续款 所以这件东西看起来应该还是一件不错的一个小品 这个对于有些朋友来讲的话呢 这件东西 这个价位呢 又不是很高 还是有点点意思 从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还是有点意思 尤其是镜头面前这个点菜的这位朋友啊 这个还是很有眼力的 这个小作品 虽然小 小气大样 它的这个气运 这个气场 现在人喜欢说气场 这个气场还是不错的 给你感觉 还有那么的意思 尤其是符合 晚清时期的 整体绷格 因为这个口言这种回文 大量的用在了 同志 光绪 宣统时期的作品上 包括一些大气 比如说 鱼缸 这个摘 摘一个荷花的荷花缸 他口言都喜欢用这种回文 而且这个回文不是我们讲一种颜色 有好几种颜色来搭配的 就是这个时代的风格 所以我们看到 举翼反山呀 看到这种东西 马上会想到很多很多 这就是我们平时要积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这儿呢 我就把这个再强调一下 加深大家的注意 记忆 好了 好的 好的 我们继续下一件 这件是24号的 我们下一件是18号的 刚才那位老师还有没有在直播间 18号的是一件这个双龙捧珠纹的 这样子的一个繁红的一个小盘 这位老师说 五彩冠 五彩冠是这样的 老师我们今天这一场主要讲解的是 我们明天一至二的瓷器工艺品拍卖会的一些拍品的直播导览 您这个说的五彩冠应该是我们这个国庆期间抖音拍卖的拍品 这个拍品的话目前没有在直播间 这个拍品的话 您可以先在这个小黄车里面浏览一下细图 先在小黄车里面浏览一下细图 如果说您有想要更详细的这个信息的话 去后台资讯一下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 我们今天呢 主要是给大家讲解这个一至二专场的这个实体拍卖的一个信息 那么我们线上线下是同步进行拍卖的 是明天下午的一点中会给大家进行拍卖 那这件我们18号的光绪时期的繁红苗精双龙文盘 刚才这位老师不知道还有没有在直播间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件是两条龙对望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包括这个有点类似于灵芝的这种祥云的这个画法呢 也是我们比较经典的光绪时期的这样的一个样式啊 包括这种云朵的画法在我们这个红浮赏屏上面 也能看到比较典型的这种时代的风格吧 双龙戏珠18号 对 底下呢也是我们昨天前天吧 有提到过这种三朵折之花绘的这种画法 也是光绪比较典型的一个样式吧 那么这种题材呢 其实在我们光绪时期啊 除了用繁红苗精来描绘二龙戏珠以外 清花也有同样的这种文式和造型 那么这个一个呢是右上彩一个是右下彩 在光绪时期同时出现这还是有点意思的 而且的尺寸呢 这个可能30公分有没有这个 我看一下应该是没有30公分的23.6 这个尺寸呢算是比较小的 我们曾经还有大的很大的那个尺寸的 是吧 那么这个呢是相对比较特殊 属于小尺寸的 大尺寸的大概40公分以上的 那个也有 那么这种文式呢在那个时代里面 应该是比较的多见 所以这种体材 你看上面的这个繁红画的这个龙 这上面这个珠 包括它其他部分苗的金 这颜色呢都是比较艳丽的 而且呢关键问题是这个东西保存的比较完美 以前我们一直讲上面的金要特别注意 上面的繁红要特别注意 因为什么 这种彩头吸附在右的表面是不牢固的 经常会使用不当而把色彩给摩擦掉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 就保存的这么细 这么完美 它也是实属难得的 那么我们在见到其他的一些很多 类似像这样的盘当中 有很多就是很可惜 东西好 年代没问题 又是官瑶瓷子 很可惜 上面金磨掉 繁红彩磨的 有的地方磨的就很差 这就是保护不当所造成的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件东西呢 无论是它的彩头 款制 这种繁红都保存的比较好 这个来之不易 所以我们有很多朋友 看到这些东西 尤其是刚才我们点这个的朋友 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看来还是比较细心 比较细心 这些东西呢 因为价位本身也不高 还是可以看的 可以看得过去 行 好的 我们继续下一件216号吧 好的 也跟大家继续播报一下 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拍卖的安排 是在明天下午的1点钟 会给大家拍卖我们这个 一至二的专场拍卖会 也是我们今天下午讲解的 这部分拍品的这个专场 然后现在这个小黄车里挂的呢 是我们这个 马上国庆节期间 最后两天会由大一的 全新的抖音团队 给大家进行一个直播的 这个抖音拍卖的一些拍品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国庆假期之后呢 我们会迎来我们这个下半年的 第一场比较大型规模的一个拍卖 也就是我们的今秋拍卖会 在10月的13号和14号的两天 有三个专场 给大家准备 包括大家期待已久的这个无瑕的专场 也是我们这个大一比较 这个比较受这个市场追捧的一个 完美品项这样子的一个专场呢 马上就是要跟大家见面了 那么希望大家也可以最近持续关注 我们各个平台的这个宣发和视频 现在刚才有老师想看的一些东西 应该在我们这个主页的视频 他的这个视频里面应该是有展示到的 因为我看包括有汤老师录的视频啊 都有在宣传我们马上这个抖音拍卖的这些拍品的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详细想要关注的呢 也可以后台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人员 那我们现在还是继续回到我们这个一支二专场拍卖会的直播导览 那么这一件呢 是216号的万利时期的一件花鸟纹的碗 那么这件呢 整体呢 是绘画的这种风格是 不同于我们刚才所说的全部这种清代啊 以及清代晚期后期的这种绘画风格的 首先它的这个线条会相对来说更粗犷一些 其次呢它的青花的发色呢 是呈现这种灰青 甚至有一点在这个细部可以看出有一点泛红的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是绘画的是明代风格的一件 包括这个底下的这种修足 以及它这个尤其是修足旁边有一种这种沾纱的痕迹 是在明代晚期到清代早期是非常容易出现的 这一件东西啊 跨度比较大了 我们有很多朋友可能对这样的东西呢 不是很了解 或者有一部分东西呢 不太有一些朋友啊 可能不太喜欢这一东西 这件东西呢 很显然它不是清代的作品 它是个典型的明代晚期民间谣的作品 这个关于这个明代的民间谣呢 我讲的不多 其实我就是搞明代民间谣研究的 所以这个呢 没有机会讲这一部分 也是属于我们市场上的需求 更注重的主要的清代 请大家注意 我们这个古陶瓷的发展 它不是光有清代 大家应该把自己的视角要拓宽一些 看得更远一些 这个才有助于我们对 这个瓷器的发展的轨迹啊 能够更加的清晰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件东西 青花花鸟纹的这个撇口碗 这口言是往外撇的啊 大家注意 那么气形还是比较的丰满 端庄 尽管它是一件民谣作品 刚才我们这上面标的是 明代万历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标的年代是明代万历 那么刚才我们给大家看了它的底部 看见没有 这个底是沙底 这个圈竹比较的宽 我们叫玉环底 它跟玉壁底不一样 我们康熙时期啊 有玉壁底 中间的 那个凹进去的这一块很小 而这个中间的这个孔 要比我们的圈竹要宽 叫玉环底 应该说呢是比较恰的 玉壁底是不对的 这个称呼 那么这是第一 第二个 这个圈竹上不上右 圈的底部也不上右 这种情况出现在什么时候 出现在明代43年以后的事情 那么也就是明代万历啊 明代万历43年以后 那么所以这个东西 它的年代应该介于 万历末期到天启早期 这个之间 明代明鉴也要鉴定 这个相对比较难啊 经常呢会出现这个啊 模糊不清的情况 因为它没有款 当然如果一个干支款 你就不用说了 但没有干支款呢 难度比较大一点 所以这就是在乎 我们对它的研究 是不是很清晰 很透彻 思路 是不是能够做得很细 这点呢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青花料 按照我们史料的记载 它应该 第一已经不是回青料了 它用的应该是泽料 所以它的颜色 虽然蓝 蓝中偏一点点灰的 甚至它这个青花料里边 这个提成的 这个纯度也不是特别高 会出现一些啊 小褐色的点啊 或者是会出现一些结晶 铁的吸晶 有的啊 大家注意是有的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 你看针对着大家 这个地方 看见没有 这个我们刚才前面 讲到过那个石头的问题 看见没有 这个上面一个圆圈 一个圆圈 就是这个时候 画的这个太湖石 玲珑石就是这样 如果按照原则来讲 瘦透漏咒 这个都不对的 都搭不上的 但是民谣他就这么大胆的画庭院里的这个石头 他就这么画 就是几个圆孔就这么把它画上去 这就是民谣相对来讲 他的绘画无拘无束 显得呢 夸张 而有飘逸 他没有拘束 想这么画就这么画 那这就是我们讲的 他的一个特点 另外一个呢 我们看 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些花卉啊 通通都是牡丹花 这个牡丹花延续了明代家境万历时期的绘画风格 它的叶子 看见没有 有一点点像鸭掌叶子 所以这件东西呢 更多的趋向于像明代的 明代万历的一封 而不是像天启 完全像天启量 当然天启年代本来就短 那么到了这个崇祯以后的话 它又会发生一些变化 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研究民间谣 需要注意的细节 这个呢 绘画风格呢 是以勾勒平图的方法 把花叶子勾好以后 往里边渲染这个青花 它就是这样 而且用的是并提花卉 这种装饰方法 集中在明代正德以后 家境期间用的最多 这个呢延续了它的做法 也用了这个并提花卉 你叫了并提菊花 并提莲花 这个并提的是牡丹花 有两个花并在一起 象征着什么呢 象征着恩爱 你看我们上面看到有两只鸟 看见没有 这个两个鸟飞过来 象征着爱情的 叫比翼双飞 对 这话说的对 这就叫比翼双飞 这是我们民间老百姓 所期盼的一个美好的愿望 大家比翼双飞 男跟女众 这几千年来 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那么大家要注意的 还有一个问题 就上面两只鸟 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鸟是圆咕咕的 肥嘟嘟的 但是翅膀的又不是那么特别大 那么这种绘画技法 在我们明代同时期的雕刻上面 也会出现 大家要注意 这个鉴定啊 我们就超越了我们瓷器本身了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明代晚期啊 有些老百姓 当然是有钱人家 绝对不是无钱人家 喜欢身上挂一点东西 尤其喜欢用蜜蜡 玛瑙这些东西 装饰在衣服上 比如小孩子的老虎头的帽子 我们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 什么老虎头啊 鬼头啊 什么头 我们小时候 父母亲一看 哎呦 这儿子长得可爱 给他做一个虎头的披风 虎头上边 这个小披风上面 用这个玛瑙迎拖的镶嵌 用蜜蜡镶嵌 明代到清早期 这种装饰技法 在蜜蜜上 在玛瑙上 都有具体的体现 所以这个我们很多年轻人 现在都不知道了 我们要学呀 要不然不知道 拿在手上一个宝 结果把它当成个草 你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理 这个鸟 这个造型 这个文士 在同时期的 竹雕上边 木雕上边 包括蜜蜡上边 都有具体的体现 所以我们学鉴定的时候 不一定光是看到 观摇观摇观摇 不是这个概念 大家一定要注意 学习一定要广泛 知识一定要更多 更丰富 这样的话 有助于你对任何东西 它的判断有了更多的依据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 看见没有 这一对鸟 我们在看那些其他一些东西的时候 也是可以寻觅到它的这种图案的 所以看这些东西呢 也要有技巧的 比如说你给我教几点 拿几个重点 什么叫重点 这些地方都是重点 只不过你不懂 你不知道 怎么办 学呗 就是一句话 对吧 你看这是 并迪的这个花卉 木丹花 它就这么花的 所以这一件东西呢 是一个标标准准的 万列末期到天气早期的作品 这个东西没有疑问 尤其是底下那个玉环笔 天气时期大量使用 这个我在这里呢 专门提醒大家注意 因为天气的碗上面 经常会画一些梅花啊 月影梅啊 这些题材 画得非常的质朴 像谁画的呢 像齐白石画的那个画风 很质朴 就那么几个线条 几根线 几个圈圈 就代表了月影梅 我们早期 元代有 南宋有 我们明出 民间要大量使用 那么 这个时候 天气时期也经常有 而且它的碗底足 都是这么处理的 一直延续到康熙 所以我在这呢 也给大家要特别讲清楚 我们在鉴定民间药的时候 要注意的一些 环节 那么这件东西呢 口言有点苛冲 已经修了 这个 这件东西呢 整体来讲 是民谣当中 比较细路的一些东西 尤其你看这个彩头 文士画的 应该说 在这个时期 民谣当中 它属于精品了 我们脑子当中 光是用官谣的 这个观念 来看民谣 这是不对的 一定是错误的 一定要 这个 用民谣的观点 来看民谣 来进行比对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件东西不错 大家看一下 你看里边画的 同样是武带画 它是这么 这么画的 所以这件东西 应该是 民谣当中的精品 倒不是因为 我今天要说这个东西 而是我见了太多 太多这种民谣的东西 多少年的积累和比对 那么难道这点 我不懂吗 太知道了 所以我在这儿呢 专门给竞争前的朋友们 讲一下 好吧 好的 就这样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 就到这边了 那么也希望 大家持续的去关注 我们明天下午1点的 一至拍卖会 一至二的这个 瓷器工艺品专场的 拍卖会 以及我们这个后期 国庆节期间 6号和7号的 这个抖音专场拍卖会 以及我们接下去 马上国庆之后 会迎来的 我们的金秋拍卖会 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 就到这边了 也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的关注 也感谢汤老师的讲解 好 谢谢我们镜头前的朋友 陪伴我们这么长时间 表示衷心的感谢 欢迎大家能够到现场 来直观这些东西 这是我最期盼的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好的 再见 再见